这个乾隆皇帝一高兴啊 给这孙子呀又加了一级 成为了贝子 哎这绵安的镇国公府啊 就改成了贝子府 说到这绵德这属贝子府啊 那故事啊又来了 在某一段时间呀 这北京人最熟悉 去过最多的一座呀 这个清代皇室贵族府邸 就应该是这座绵德的贝子府邸 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啊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哎这五一节马上就到了 不过呢这天不正 您要是出去旅游啊 还得多带衣服 尤其是在北方 哎您觉得呀这天挺好挺暖和 穿了半袖了 可是字要是一阴天 吊上两个雨点啊 那可是真凉 得嘞咱们闲言勾开呀 书接上文 咱们继续聊这乾隆皇帝的皇孙们 昨儿呢咱们这小片发出去之后啊 就不止一位朋友啊 在各个平台给我留言 跟我说呀 这绵德他怎么就完了呢 你瞧瞧你把这个绵德呀 这消觉是讲完了 人家这皇上爷爷不还起父呢吗 哎您别着急 今儿咱们不就把这嘴都缝上了吗 哎您要是看过这个如意传呢 您可能多少的就会有点了解 这绵德的父亲永皇啊 他实际上娶的这位狄附近呢 身份地位并不高 她是这个清车都尉德海的女儿 是啊 伊拉里士 可是到了绵德这班呢 看出来这乾隆皇帝腾孙子来了 给纸子这门婚事攀的这个亲家 那磕氏党子不低 哎 蒙古草原上的博尔吉特氏 孤伦俄妇色不疼巴尔诸尔的长女 哎 这狄附近的亲生母亲的那可厉害了 就是这乾隆皇帝的三闺女 孤伦和静公主 有人说了 这三闺女她牛到哪了呀 哎呦 这三闺女可牛了 因为她是嫡女 她的恶娘啊 就是孝贤纯皇后妇查氏 看出身份地位高来了吧 人家这个叫啊 缘后嫡出 哎 您没想错 这两口子呀 她表兄妹 哎 多少的呀 她沾那么点血缘 不过呀 过去也得不讲这个 孤旧亲呢 她亲上亲 打断了骨头啊 还连着筋 可是免得这个表妹媳妇啊 这公主家的哥哥 她瘦数不行 哎 结婚两年 就是乾隆二十八年的头上啊 死了 过了两年守丧期 乾隆皇帝又给这个长孙子 续了一房 哎 这房啊 伊尔根觉罗氏 是这个 和朔俄妇 福增阿的女儿 这福增阿呀 之所以这有着俄妇的名头啊 那是因为呀 她娶了当年 侠王十三爷 印祥的闺女 哎 印祥的二闺女 不过呢 这个绵德的祭附附近呢 他明显啊 不是这公主生的 也就是说呀 是这个俄妇的侧附近生的 是树出 这绵德呀 习了自己父亲的爵位之后啊 一直住在紫禁城 没有被分府 分府的时候啊 是乾隆四十四年 实际上在乾隆四十四年的时候 这绵德因为结交外臣 坏了事 被这个皇爷爷乾隆削了绝 哎 这绝位呀 已经让自己的弟弟绵恩习成了 哎 重点来了啊 这就是这两天呀 大伙给我提的意见 让我呀 说一下 被削了绝的阿哥绵德 这会儿啊 已然是闲散宗使了 不过呢 就在乾隆四十二年 这乾隆老肥呀 还是疼这孙子 就给这个皇长孙绵德呀 又安封了一个爵位 哎 是奉恩镇国公 并且呀 给他安排了个好差事 让他闭门司过去 什么好差事啊 让他呀 去这个西陵 也就是啊 这个一县皇陵 去给他的皇祖 雍正皇帝 和刚刚崩世不久的 重庆皇太后 夜守皇陵 有人说 这是好差事吗 是好差事 这会儿啊 这免得呀 结交外臣的这个罪呀 已经过去了 哎 慢慢的呢 大伙儿啊 也就把他忘了 哎 你要是不给他个差事啊 那怎么才能给他 重新风雪起赴呢 于是啊 就在这乾隆四十二年 这免得呀 就官官的 叮不叮的 跑到西陵去守陵了 到了西陵以后啊 他和原来的守陵大臣 做了交接 这原来谁在哪守陵啊 在那当职的 是康熙皇帝的一个孙子 叫红龙 是雍正皇帝的侄儿 那要是这么比起来呀 可就没有这个 亲重孙 要进了 哎 这交接过程啊 还有点小麻烦 哎 这工作交接好了之后 这红龙就回北京了 这免得呢 自然就得住在呀 这个红龙 在西陵的宅子里边 可是到了这个府邸一看呢 呦 人家这家人呢 根本就没打算让他住 也就是说 这宅子里边啊 这个红龙的家眷还在呢 估计人家是这么想的 你这亲皇孙来了之后 这皇上不得给你重建府吗 干嘛还要霸占我们这个小院啊 哎 他们家呀 把这儿啊 当了自个儿的私产了 于是 前龙皇帝又下狱 这一指的大概意思是这样的 这前龙皇帝说呀 这个朕总想啊 在自己的孙辈当中 挑一个人呢 去太陵 那儿去这个祭祀 然后守陵 可是呢 因为这个太后啊 年纪太高了 就想了这儿孙的绕席之路 这太后呢 就不舍得呀 让哪个孙子呀 去太陵守陵去 如今呢 这个太后也大行了 所以说呀 我准备呀 就派一个人 能担当的 朕的亲孙子 去这个太陵啊 夜守皇陵 我想了半天呢 还得是让长孙去 于是啊 我就这个 负了这个长孙 一个镇国公的爵位 让这个绵德啊 去太陵守陵 哎 重点来了啊 被子鸿龙 着际回京 所有鸿龙住宅 原系官为建造 应寄给绵德 记住 绵德 系朕长孙 自令其 其奉皇考皇币 临寝 与礼为宜 之意 拙遂曾获罪 因将王爵 令绵恩成席 金赏一公爵 乃系 圣母慈恩之爱 亦勿意 加倍谨慎 承受恩责 勿赴 朕赴 教育成全之意 您想啊 这道圣旨里啊 他既嘱咐了 绵德要好好啊 为这个先皇和太后守灵 并且呢 有让这个绵德呀 戴罪立功的意思 再者呢 就是告诉这个 红龙的家人 赶紧把房给人腾出来 那房是你们家的吗 那房明明是公家的 哎 就这样啊 到了乾隆四十九年的时候 差事办的挺好 这绵德呀 也从这个 一线皇陵啊 重新调回到了北京 哎 这原来呢 这绵恩的爵位啊 是奉恩镇国公 这个乾隆皇帝 一高兴啊 给这孙子呀 又加了一级 成为了贝子 哎 这绵恩的镇国公府啊 就改成了贝子府 说到这 绵德这属贝子府啊 那故事啊 又来了 在某一段时间呀 这北京人最熟悉 去过最多的 一座呀 这个清代皇室贵族府邸 就应该是这座 绵德的贝子府邸 要是单凭这个人流量上来讲啊 什么现在的公王府啊 纯王府啊 那跟这个贝子府比起来都是扯燥 因为这座贝子府啊 从这个1988年到2013年 这25年之间呀 这地方哎 这是个集市 这地儿啊 就是曾经的西单民族大世界 说具体地址啊 就是西城区西单小石虎33号 你要说到这水宅子呀 那最初的主人 那可比绵德有名多了 谁呀 剑宁公主 和他的俄妇吴英雄 当然了 这里边他没有尾小宝什么事啊 后来呀 做了这个绵德贝子府 再到后来的时候 这里呀是猛葬学校 可是要让我说呀 这北京市文物局也都胡了天了 恢复古迹呀 腾退古剑 这种事啊 我是挤双手双脚赞成的 不过你把这商户都腾退走了之后啊 你即便不恢复当初的俄妇府 你也应该恢复这绵德的贝子府啊 那么现在竟然恢复成那个猛葬学校了呢 这孰清孰众哪头抗热呀 看样子 他们心里啊 是一点数都没有 不过有一点好啊 现在啊 您能进去参观了 哎 就上个月吧 这地方啊 重新开放了 不过您进去之后啊 您无论是看展览啊 还是去体验 都是恢复的这个猛葬学校 哎 认头吧 这开放啊 总比关这门强 这原来啊 很多自媒体的朋友啊 想拍拍这个大院啊 只能在西单的这天桥上 往下张望张望 那门啊 您惹定是进不去 这7080后的北京人啊 对这儿啊 应该是挺有感情的 什么开放啊 不开放的吧 哎 这不开放以前呢 也去了一溜够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 这北京最早的一个 这个旋转型火锅 好像就在民族大世界 学徒我呀 在那儿还买过包呢 不过啊 去过那个市场的人啊 也不露脸 因为那儿啊 这工人是穷人才去的地儿 您要是去那儿游览呢 我给您推荐推荐 哎 这院里啊 有一棵这个枣树 哎 是棵枣树啊 这何为啊 好像啊 这两米大几 不到三米 应该呀 是北京城最粗的一棵枣树 这皇长孙绵德 被封被子之后啊 没过多少年 也就是在这个 强农51年9月27日 哎 病倒了 还就病逝了 说起来这岁数也不大 中年呀 他才40岁 哎 可是要说呀 比起他那个短面鬼的爸爸 那不是强多了吗 并且 这绵德的一生啊 有起有落 有喜有悲 虽然呢 被剥去了王爵 但是最后啊 不是还附封了被子吗 哎 要说起来呀 不遗憾 这绵德的爵位被削以后啊 哎 当然了 咱们说的是啊 最初的那个王爵 这乾隆皇帝啊 都没打杯 直接把这王爷的红宝石顶子呀 就扣到了绵德兄弟绵恩的脑袋上 当然了 您完全可以理解呀 是这乾隆皇帝 心疼着 大个永皇一门 想把这个丁皇爷的爵位啊 留在他们家 即便是这样啊 这绵恩也得有什么玩意儿啊 拿得出手 让这皇爷爷啊 高看一眼 哎 打明儿开始啊 咱们就得真正的聊聊这位乾隆皇帝 最疼爱的皇孙 爱心觉罗棉了 今儿啊 本来是想把这个绵德的嘴啊 缝上 然后呢 这棉恩这边啊 开场 谁想啊 哎 这口子一下子扯大了 嘴缝了半天 得嘞 好在是周末呀 咱们天天开书 有什么话呀 咱明儿再说呗 天不早了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给您讲故事的 唯一动力 明儿见